現在的民眾 對政府的要求是一直在提高 因為時代變了 資訊非常發達 而且人的心也變了 他覺得政府你要幫我多做 要做這個要做那個 從窯欄到墳墓 各個方面政府要盡量照顧 民眾是這樣期待的 可是政府部門來講 不管做多少 我都覺得要繼續做 我們看師範大學校門口 那四個字看到沒有 止於至善 就是說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叫至善 最高的善的一面 其實施政不是一樣嗎 對於民眾來說 你這個做好了 好 請你做其他的 所以我們要自己警惕 那這一次 加大水沟水沟得很快 能不能滿足 我們要檢討 喔 還是有地方有積水 為什麼積水 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 好要更好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警惕自己的 第二個高雄市很多人都不知道 台灣人九個人就一個高雄人 高雄人口佔台灣九分之一 那高雄的土地面積 是四個新加坡大 是三個香港大 那麼大一個高雄 而且是全團區最多的 像新北 剛剛我們副市長講 400多萬人口 但是只有29個區啊 我們高雄有38個區啊 所以高雄是福原非常遼闊 要把高雄整個讓市民朋友 能得到更好的照顧 更舒服的服務 更愉快的服務 這是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繼續去做 那這段時間 我們這個新團隊做了好多事情 太多太多了 可是市民朋友咧 會不會要求更多 一定會 你說我們做了多少 像今年9月開始 我們這麼窮啊 我們負貸3千多億啊 教育率還是起訴2千萬 今年高雄要中英文 雙語教育推動 明年希望48 而且市區跟郊區各一半 像我們珍珠媽媽 很多年輕的女學生 她懷孕了怎麼辦 她沒有地方去啊 她很害怕 我們高雄是成立全台灣第一個 珍珠媽媽 如果你懷孕了 不要怕 你來這裡 我們會給你提供營養 會給你補助 會有法律專家 教育專家 這個心理專家 這一點是全台灣第一個 也是我們高雄成立的 也是在我任內6月3號成立的 就是像我們高雄去年 大概有256位未婚懷孕 尤其是女學生 再來吸毒 我們發現台灣現在吸毒 有從都市到鄉村 年齡群在下降 18歲17歲16歲15歲 這以下的孩子 占吸毒52% 所以高雄現在的反毒啊 衝得非常厲害 再來招商引資 這7個月來 考察高雄投資的工商考察團 有200個團以上 再來觀光旅遊 每個飯店 基本上成長的20以上 像這些做得夠不夠 還有清水溝啊 清什麼 準備弄路燈啊 像這些就是現代化 民眾對市政府的要求 一定會要求的越來越高 那市政府這邊要越做越多 我覺得這是將來進入一個 善良的循環 對市民對市政府來說 對整個城市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